哎 莉莉 没事吧 莉莉 莉莉 警察同志 同志 怎么样 警察同志 这里面有误会 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于老先生除了犯心脏病以外 他的房间有明显的盗窃痕迹 据家属证词 昨天晚上他们听到老先生的房间有声音 就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可老先生已经昏倒在地 但是他们听到有人逃跑的脚步声 目前所有的线索都显示 李兴悦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人 所以她是最大嫌疑人 等等 不可能 她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拿 这些我们可以作证 是不是 没拿啊 什么都没拿 你只看到她没有拿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她有没有翻东西 她翻没翻东西你们也不能找 眼睛一点 没事 怎么可能呢 现在再让家属统计损失金额 涉案的金额将会决定量刑以及刑期 所以李兴悦暂时不能离开 你们请回吧 谢谢 不是 怎么会这样 我去吧 这警察怎么这么办啊 莉莉肯定是被冤枉的 警察也是靠证据办案 没毛病 大务之急 我们得想办法 来证明莉莉的清白 想什么办法 而且现在警察说证据都是指向李兴的 这可怎么办啊 我们也别在这干等着了 回去想办法 我觉得小天说得嘴 不行咱们回酒店吧 好 开车吧 我也回去步步教 出管 现在李兴悦被关了 咱们这个直播节目得该人安排 先回去再说吧 回去咱们把方案改一下 尝尝 结果 别人 到底负荣 快点 cer队 找人 快点 快点 没凌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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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他要见一个他父母曾经在这里学化的余老先生 但是他拿走之后呢 余家人就报案了 说家中遭妾 余老先生还气到晕倒 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 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我不知道 我估计也就是叙叙旧吧 聊一下他父母曾经在里学化的往事 说说你的想法 我说实话 我觉得李星月跟这件事情完全没关系 杨天 你对他了解多少啊 什么时候我们查案子要凭感觉了 他如果是个犯罪分子呢 他不会伪装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唯一应该凭借的就是证据 把你如天亲眼看到的 亲耳听到的一切 详细给我说一遍 我看到李星月进到余老先生家以后 我就找了个上厕所的理由 到了余家的一个院子里 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进行观察 但是我到了以后没多久 我就看到李星月推门出来 那就是说你亲眼看到李星月离开以后 余老师还有行动能力 是 这说明李星月没有和余老师 发生肢体上的冲突 屋内的环境呢 当时门缝开得很小 我看不清楚 他们有没有在屋里发生争吵 或者摔碎东西 也不能决认吧 是 李星月之后呢 他回来以后情绪一直不太好 身下像往常一样跟他开玩笑 他也没什么反应 最后他就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 真晚都没有出来过 李星月也是条大的线索 还好没有出人命 这件事呢 我会让当地的同事配合调查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冯队 既然我在这个团队里 我就有便利条件 我请求跟无锡当地的派出所民警接头 联合调查 这样的话 如果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跟我们的侦破方向没关系的话 也可以剔除 无必要的干扰因素 舍得走弯路了 好 我来协调当地的兄弟单位 让你拿到这边案子的全部材料 尽快地查清于老先生发病的原因 我会从当地警方及时保持联系 确保你的安全和调查李星月任务的完成 是 多用证据说话 少赶紧用事 反罪分子的魅装 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自己小心吧 是 我知道 怎么会这样 天哪 这 这都说啥呢 你才是水军 你全家都是水军 夏娅 你 夏娅 你 夏娅 我这 网友这么多 你一个一个怼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那怎么办啊 就看着他们喷咋嘛 我才的呀 你现在呀 安静 少说两句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稳定住局面 不能乱 对了 臭壮了 你怎么也不能傻都不看吧 你去看了 你去看了 王总 你好 对 什么 取消了 为什么呀 王总 喂 喂 喂 楚先生 您好 我寺之前和您洽谈的公司广告 出于各种考量 暂时先不做了 十分抱歉 初总 两亲的电话就别接了 来 喝水 不喝 不喝 黄培 包子 疼 哦